经济部是带着媒体记者参访 核市场要证明核能安全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民间的反核声浪却是越来越高涨 包括了资深影星胡亦梦 还有大陆工程的总经理英奇等人 最近也加入了反核行列 而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长也都表态反核 民主要自愿 拒绝危险核电 拒绝危险核电 乘着民众到热闹的迪化街采买年货 反核团体沿途发送反核宣传单 希望集结更多力量 呼吁政府停止核电计划 听到经济部带媒体参访核电厂 来证明核能够安全 反核团体一肚子火 核123也要除役是马总统在上任之前 他所提出的政策 我们就来猜测说除非在这五 接下来这五到十年之内 经济部是装死什么都不做 就坐着等除役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台湾的能源政策当然没有进步 所以我们就坐着等 然后等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电不够用 我们已经非常明白人类 没有资格操控 这一个无法控制的能量 民间团体反核声浪越来越高涨 去年特地回台参加反核活动的 资深影星胡英梦 以及大陆工程总经理英琪 最近相继宣布加入 由富邦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陈爱玲等人发起的 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 另外政治圈的双北市长 也表态反核 台积电这些企业 用一些绿建筑 绿园区的一个方式提高效能 而且能够达到节能减碳 20%以上 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 其实就没有核电厂的问题 核电厂也可以一座一座的来关闭 2011年民间团体发起向日葵废合游行 今年3月9号 反核团体要再次走上街头 夜守凯道 让马俊夫了解 反核已经成为主流民意 明星文何卫平 黄歇如 郭胜君 台北报道